2023年新年前夕,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时,身后书架上的一张照片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 这是张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搀扶着母亲其心的合影,母子二人的手紧紧交叠在一起,牵手这个简单的动作定格了时光的温暖印记。 1969年,不满16岁的习近平来到陕北梁家河插队,而行千里之际,母亲其心亲手给习近平缝制了这个针线包,并在上面绣上三个红字,娘的心。 七年之清岁月,小小的针线包默默陪伴着习近平。 习近平的母亲其心,是抗日战争初期在太行烽火中投身革命,并加入中国共产党,而后奔赴延安的八路军女战士。 我很自豪啊,自己能够冲存在一个革命家庭里,家庭有这个很严格的革命传统教育,总是讲说这孩子们不要放在温室里啊,大风大浪。 七年的农村生活,习近平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,和乡亲们结下了深厚请义。 习近平走上领导岗位后,母亲其心时常给他写信,祝福他从严要求自己。 因为工作繁忙,习近平很少与家人团聚。 2001年春节,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,因公没能回家过年。 母亲其心,与他通了电话。 你这么多工作,工作需要呢,那我们妈妈听了还挺高兴的,关键还不在意你来不来。 只要你把工作做好了,就是对爸爸妈妈最大的小心,对家,这就对家庭负责,也对你自己负责,这都是一致的。 家是最小国,国是千万家。 党的十八大以来,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的多次讲话中谈到, 要尊老敬老,勿忘真情,注重家庭,注重家教,注重家风。 2016年12月,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,习近平总书记与重心长地讲道,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,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。 有什么样的家教,就有什么样的人。 广大家庭都要重身教,重言传,身体力行而入污染,帮助孩子们靠好人生的这一颗扣子。 2017年1月26日的春节团拜会上,习近平总书记真情流露, 用三个不要牵动了亿万中国人最温馨的情愫。 不要在遥远的距离中隔断了真情, 不要在日常的忙碌中遗忘了真情, 不要在日夜的拼搏中忽略了真情。 谁言寸草心,抱得三春慧,母亲的爱涵养家风,家风影响世风。 每个家庭前进的脚步,终将叠加成国家的进步。 每个家庭创造的价值,也定能汇聚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